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 和对我们介绍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继续来谈佩洛西访台的效应 大陆是算完胜还是完败 怎么看香港特区的司机 对官员群取而表示抗议和忠心 佩洛西访台抵达台湾之际 大陆有一个署名的微博网友 在激愤之下写下了 如下一些感想 一共是九点 他认为佩洛西在毫无任何障碍 访问台湾成功这个事 大陆是彻底的完败 第一 有关部门都是设立内认的 各种放狠话 最终再次证明只是放嘴炮 民心尽失 所以胡锡进是炮兵司令 第二 配合各种狠话 展开了五次的军演 还有各种的预警 调集了千收民船布防 消耗了数以百亿计的钱财 台湾海峡呢 于一下下可能要受无望之灾 第三 佩洛西降落松山机场的时候呢 大陆的网军五毛 集体围攻谩骂 正式的即将登陆台湾的言论 丑恶 嘴脸 暴露无遗 徒增 两岸的老百姓 对网军官方水军黑豹的反感 第四 佩洛西毫无任何障碍 顺畅访问台湾前一个交易日 A股大跌 当日跌幅全世界第一 资本市场损失数以万亿计 这些钱 是大陆人民的钱 第五 国际社会 台独势力 看穿大国的本质 需要很多年的持续努力 才能够恢复元气 和恢复印象 国际形象损失惨重 第六 事情搞成这样 骂声冲刺网络空间 不得不断网 不得不禁言 不得不关闭评论 真可谓是手忙脚乱 五胸漏定 一片狼狈不堪 第七 事情搞成这样 靠网络水军五毛笨拙拙劣的解释 以求蒙混过关 没有人对14亿中国人民做一个交代 第八 事情搞成这样 没有人护责 要是国人 要是国人对其他的地区 有一人一票充满向往 第九 前几年 大家对治理体制的幸福 有领导人的领导力 执行力的幸福 通过此时 开始崩塌 九点 这是一时激愤 大概也可以反映这相当一部分愤懑想法 和意见大陆的民意 未必全然准确 但在官方话语体系也是听不到这样的意见表达 当然这个很快就被干掉了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 香港特区政府司机局官员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 抵达台湾的前后 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纷表态 当时觉得很新鲜 但也有点纳闷 因为历史上在香港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政治现象 没有 那么在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刚开始 一个多月就已经纷纷出现 一如雨后春水一般 比如 香港立法会建制派的集体的议会员 曾经全体致电习近平 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 对香港的关心和重要指示 比如 特区政府司机局的官员 集中认真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比如 香港立法会花了六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发言和自发言 分享和对学习 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领会的心得 这一次的忽然表态 刘孟雄 他认为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 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写了一段文字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央人民政府外事 国防和涉台部门 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已经发表了严正声明 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态度 要采取一系列的反制的措施 它跟过去一样 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人 和他所属的厅级局的干部 都是坚守自己的岗位 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 直到现在 从北京市政府上海市政府中 黑龙江省政府到西藏自治区政府 到新疆自治区政府 都没有专门 就佩洛西访台事件表态 他提醒这是一个单一体制的国家 地方政府各司其职 绝对尊重中国中央外交 国防侍权的表现 这是有体制的规定 但是感觉很不理解 在过去不足一天之内 香港特区政府由特首到三师 就是立政师 还有财务财政师 还有政务师 到各政策局的负责人 罕见的蜂拥而上 就佩洛西串访台湾一事发表声明 他说这是回归二十五年来 历届香港政府没有过的现象 实在是莫名其妙 他认为第一 为什么他认为莫名其妙呢 第一 香港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 香港的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但没有包括外交和防务权 香港的外交事务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负责 香港的防务交由驻港部队负责 跟特区政府一点拉嘎关系都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 基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明文的规定 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 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第三 内地的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政府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除了外事委员会之外的各个专门委员会 都没有专门就佩洛西访台 外表声明 他提醒特区政府注意 因此 这个刘孟雄 终上所述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香港 他的政府高官 踊跃地就关系到国家的外交防务特定的事件 指点江山积阳文字 争先恐后声明 这种体制 这种操作 符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吗 如果符合是哪一条 符合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吗 如果符合又是哪一款 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吗 这个问题可能李家超崇志 还来一来的就想到 退步说 如果港股高官的做法是对的 那么 埋头做好自己本质 没有专门就 佩洛西进了口诛鼻划的内地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政府的官员 岂不都错了吗 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没有 他说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强调 外交无小事 外交大权从来都是由中央牢牢掌握 从来没有任由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官员 自行歧视 花表声明 指点江山 这是非常奇怪 没有 他说没曾想到 香港有了 而且是争先恐后 唯恐自己比哪一个局的官员表态不够及时 不够有利 他就是莫名其妙 有意思 刘梦雄 第一 前面那个网友的说话可能是有点偏激 但是也倒出了一点民意的东西 我们侧重在谈谈香港这些爱国者 失去的官员和特首 第一 爱国者治港大局一定无可后悔 但是在基本法 还没有被废除或者修改之前 在一国两制没有宣布终止之前 照本职办事 还是很有必要 外交事务的表态 鬼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负责 这是基本法明文规定 但是为了表示爱国 情急之下多数官员可能都忘了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香港中联办外事部可能也都忘了 说不准也是他们指派的表态任务 第二 香港政治的内地化一趋这个趋势显而易见 但我们很多人都没想到速度是如此之快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国者治港归心事件 也说明祖国大陆的政治营聚力吸引力太强 说爱国者治港的核心团队 学习适应能力也特别的明显 这地点进步 能让人感到很宽慰 第三 我不免要质疑 刘孟雄是不是有点凡事派的意思 动不动得拿基本法说是 我们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但这位前全国政协委员 他对基本法的认真学习的态度和程度 大多数的司级官员 恐怕到现在还没有下过这样的功夫 这一点要向刘孟雄先生学习 第四 刘孟雄先生发问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 航运中间香港 他的政府官员非常非常踊跃 把关系到国家的外交防务 特定的事件指点江山知阳文治 这种争先恐后的现象 符合基本法的相关的规定吗 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吗 这些争先恐后的政治表态 有利香港维护他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这问题问得很好 第五 我记得刘孟雄 曾经那一段香港当前主要危险指出 从国家的根本力和港人福祉来看 我们希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基本法 或以港人的自由权力之间取得平衡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之间取得平衡 在坚持一国和尊重两制差异之间取得平衡 问题是现在有一种倾向 只强调前者而忽略或者冲击后者 将苏联的大整数 中国文革大批斗那一套搬到香港来 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 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打击大骗 搞得香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掀起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他认为这股一左二载的逆流 推翻了基本法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变的规定 从左的方面破坏了一国两制 从人心降倍的根本损害国家安全 这才是今天香港的主要危险 我赞同刘孟雄先生的看法 也赞同他的观点 也想分担一点他的担心 但我们这些人分担不了 一左二载 才是最大的危险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下次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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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庭目 日子